這裡真的宛若遊樂園一樣 天啊現在這個中庭這個廣場感覺就可以拍很久了 而且他晚上是會點燈的 據說是會打到凌晨零點這樣子 是菜絲 我現在進來了這個裝潢超讚的啊 好那我現在check in 結束了 先帶大家看一下飯店的一樓大廳 左邊呢會是飯店的限定商店 目前是完全預約制 飯店的後方呢還有一個開放的遊樂區 我們右前方這邊等一下走進去呢是會有便利商店 以及我們的咖啡廳也是在這個裡 然後這個大廳的左右兩側呢分別有兩個電梯 一個是巴斯光年主題 另一個則是胡迪的主題 我們要先去那個開箱我們的房間 耶這個就是電梯 五樓 有沒有聽到剛剛那個聲音就是 胡迪的日版配音 然後每一樓好像會有這樣子的裝飾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站在這裡拍照 好我們要去找我們的房間 大家有沒有看到地板上這些腳印 分別是巴斯光年胡迪 然後還有那隻暴龍 這腳印超級可愛的 你看看耶 好神秘喔 好我們現在把所有的燈都打開了 我們來開箱一下這個房間 耶 據說這個房間呢是以電梯裡面 安迪的房間為模型打造的 又連牆壁的壁紙還有他畫的 胡迪及巴斯光年還有床的造型 都是忠實的呈現 然後這裡呢有一個重銅壁 這個超級可愛的拖鞋呢 裡面的那隻叫有安迪 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拖鞋呢是可以帶回家 牆壁的時鐘呢上面有米奇 好像說電影裡面安迪的那個支手錶也是這個造型 對這個是睡衣而且 是這種巴斯光年的圖案 沒錯超可愛的 這個則是冰箱 垃圾桶以及椅子 這裡呢有明信片 一人有兩張 這個台燈據說呢也是在電影裡面有出現過的台燈喔 電視機 接下來是浴室的部分 它的整個設計是以拼圖比較童趣的概念去設計 是廁所 右手邊的話呢應該就是浴室了 哇很可愛耶 在吃飯之前呢要先去逛那個商店 我預約的時間呢是大概晚上的7點左右 入場的時候呢那個工作人員會給我們一張這個券 在結帳的時候必須要把這個券給他 那目前呢你在這裡住 住一晚呢只能夠來到這個商店一次 商店內呢有這個標誌的商品呢 表示是只有這裡才買得到的 目前呢一個人只能夠買一個 餅乾甜點類的話就沒有購買限制 聽說它的設計概念是在紙箱的裡面 所以牆壁上的紋路就有一點像瓦漫紙 你們想說這麼普通的東西也敢拿出來買 結果 超可愛的啦 安迪說剛剛人手一合 這個其實還滿有紀念價值的耶 不過這個真的是人者規 這裡呢是便利商店 這個超可愛的軟糖 還有這樣子的包裝 這些呢也都是迪士尼的 像這些用品也都是玩具總動員的 接下來介紹千辛萬苦預約到的熊豹哥花園咖啡 所以入場之前縱使是有預約也都要先到這裡 先購買10券 目前這間餐廳僅限房客使用 且為完全預約制 費用不包含在房間費用內 且必須在住宿契約成立的情況下 透過官網的系統搶 目前很有人氣 打開網頁很可能只看得到一整片的茶茶 但不定時上官網刷 有可能剪到別人零食取消所釋出的空位 接下來帶大家看料理 這個是你可以拿這個麵包 然後還有巧克力餅 你可以幫他畫表情 耶我畫完了 我覺得嘴巴有點歪 來 其實滿難控制的耶 我們現在要來搭巴斯光年這一邊的電梯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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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寫說它叫做 Slinky Dog Park 基本上就是這個區域是給有住宿的房客所使用 好可愛 那從這邊呢可以通往飯店後面的公園 耶 然後就可以看到非常可愛的三眼罐 然後就可以看到非常可愛的三眼罐 這場的對面呢就是海 最後讓我補充一下飯店預約的事宜 目前非常難搶預約 我是半夜上官網 刷到別人取消的房間 如果你時間比較自由 就可以多上官網 多刷幾次頁面 一定也可以預約到的 最熱門的房間則是 Square View 不過我覺得沒有必要拘泥 因為有可能像我們一樣 被安排在較低樓層 又跟沒有一樣 好 YouTube 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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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g